艺人们其实也很努力 包括小嫌 最近勤练钢管舞 不仅狂瘦三公斤 也导致她的右手过度用力拉伤 上节目表演的时候 还不小心从钢管滑落下来 吓坏了所有来宾 双手一撑跳上钢管旋转了好几圈 艺人小嫌在节目上大跳钢管舞 但没想到下一秒 单手撑不起身体的重量 小嫌整个人头上脚下 从钢管的高处跌了下来 一旁的舞蹈老师连忙冲上去 而赛场来宾也都吓坏了 小嫌痛到眼光泛泪 直说没事 今夜的继续表演 虽然叠交 但小嫌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还可以整个人站在老师的身上 打摆pose 高难度的动作 领域旁的主称小S都看得目瞪口呆 你不想让我受到力了 好激人耶 你就是在演艺平台 多少人讨厌我 他真的很想杀我耶 S只有来过我们的教室啊 根本想看我摔死吧 小S硬来宾要求一时寄养 也来亲自体验一下 上不去了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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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没想到小S一爬上钢管 不断的发出尖叫声 甚至紧抓着钢管 不放 搞笑十足 而小嫌为了新街的舞台剧 力求好表现 狂烈钢管舞 瘦了三公斤 但也因此 右手过度用力 造成拉伤 仔细一看 小嫌手上 虽然贴满了药膏 但脸上显得 格外甜蜜 因为坐在隔壁的老公 何首珍 特别来到彩排现场 替老婆加油打气 两个人甜蜜蜜的模样 真是令人羡慕 主持人新闻 温婷轩 台北下方到